大家好,我是脱墙世神,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继续讲一期我票美三十年 因为好久没讲了 然后真的还有很多观众在期待我这一个系列 我看到,看的人不多,但是还有人看 我之前讲过,就算有一个人看,我也会继续讲下去 大家可以当娱乐也好,当消遣也好,当经验也好 都可以,没问题 那么我今天拿着一杯啤酒 喝一杯啤酒,跟大家聊天一样这样讲一下 没有打草稿,就是这样随便聊天这种方式 那么上次我讲到了,我找了工作了 9块2毛5一小时 在一个私人公司承包政府扶贫计划运作的这种客服中心 用中文帮助这种低速家庭的小孩子 申请政府补助的医疗保险 那么当时最低工资是加州最低工资每小时5块7毛5 我开始的时候是临时工 那么每个星期是按小时结算 就是每个星期我都会收到一张支票 也是很好的,我蛮喜欢每个星期都收支票 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月息呢 或者说是每一个月结算两次 那我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就会有一张支票在我手上 也不错,因为我那个时候等钱用 在此之前,在找到这份工作之前 我其实有打过其他的工 比如说我在餐馆打过,我在几天餐馆打过工 我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真的说是就 有朝不保夕的今天不知道上顿不知道下顿那种生活 我小的时候一直都比较要强 我不喜欢在别人面前暴露我自己的一些弱点 所以说特别在父母面前也一样 所以说我从来没有 基本上我在外面打工以后我就没有再跟父母要过一些钱了 我学尚不成了,那个时候我学尚不成了嘛 那个时候我学尚不成了,我辍学了 我爸也没说什么,虽然说他那个时候他第一次上社区大学的时候 他帮我垫了一些钱 虽然说社区大学便宜,但是你学费便宜,你书贵啊 你那个时候一本书,大学的一本书 你拿个五六堂课,每一本书都两三百块钱的 那是很相当一笔的支出 那个时候我爸大概打水漂打了大概快一万块钱了吧 他也没说什么,其实我后来说是我不读了 我要去打工了,我爸也没说什么 他就说那你出社会了,你就帮补一下家用吧 那么你一个月交点水电费 然后我说没问题 然后我也每个月给家里交,我忘记多少钱了 应该就是个两百左右吧,十来块钱两百左右吧 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就跟家里处得越来越僵了 讲话其实讲不了几句就吵起来了 或者说就是越讲越没好气 或者就是搞得很僵,就是关系搞得很僵 然后后来认识了一般狐朋狗友 还有一个女朋友 那时候交了个女朋友,也是个留学生 然后就很少回家了那个时候 一个月回去也没有一两次吧 电话也不怎么打 就是拿个信啊,看看有什么信在那边等我的 然后自己很迷茫 其实没有什么目的 就是有份工作,有一些收入了 然后有个女朋友了 然后有个地方能过一宿的 有的是在朋友家睡一晚上 有的是在女朋友那边 所以就行了 我那个时候要求不高 那个时候而且开始周末就胡吃海喝了 还吃得很好 那个时候食神从那个时候培养了 然后那个时候吃得很好 虽然有收入 那个时候有收入嘛 就吃得稍微比较好一点 就不是什么快餐什么 而且那个时候有信用卡了 就开始欠信用卡 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收入抵不住我的花销 就是出去应酬的花销 没多少 但是虽然我在信用卡上欠的钱不多 但是说是每个月都付不清楚 那只好给利息 它叫Midimum Payment 就是你付一定的钱 它不会 就是你的信用不会受损 但是你一直会付利息 那我现在想一想 你的另外一半 还有你的朋友 你身边的朋友 还有你的对信用卡的认识 很重要 从小就很重要 如果你这几个方面都不慎重的话 最少害你半辈子 或者一辈子都会害到你 那请您细细评评 我这句话的意思 好 那么当然现在我就不是这样 现在我跟家里 现在长大了成熟了 我跟父母的关系很好 我以前觉得是父母不理解自己 才跟父母处得不好 其实现在我觉得是 因为那个时候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定位 作为一个新移民的小孩 我根本不知道我何去何从 语言刚刚过关 然后又没有心情去读书 但是对自己的未来 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过一天算一天那种 很多新移民小孩会有这种困惑 因为父母本身也是新移民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运作的 新移民的父母一般只是觉得 只要把小孩喂饱了穿暖了 然后有一个屋顶遮头的话 就尽到父母的责任了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不会去给你任何一种 对人生啊 或者说是事业啊 学业上面的一些建议 或者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也没经历过 对不对 所以说只靠着 那个时候只自己 好像自己还没个地图一样 到处游荡这样 比如说给一些新移民的父母 一些建议 如果你的小孩也是从另外一个环境 移民到这个环境的话 跟你自己的小孩有更多的沟通的话 这样可以避免他们以后 就是尽量避免自己的子女 有一种 对自己定位不确定 在这个社会定位不确定的 这种感觉 然后 很茫然 那个时候真的很茫然 那么现在当然了 我现在成熟了 那我也是为人父母 对不对 然后现在我觉得父母很伟大 很聪明 他们当时讲的话 现在都很有道理 我现在想一想 他们当时讲的话都很有道理 如果早点听他们的话就好了 可以走很多弯路 然后避免一些很多生活上面的困扰 那么 每代人都一样 大家都要经理这样 就是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但是每代人都不听老人言 吃了亏以后才想起来 都是这样循环的 对不对 当时我工作上很努力 我六点钟起床 但是我八点钟 要准时到公司 那个有人开始打电话 八点钟一开的时候 你不可能 你一定要坐在你的座位上 准时要听电话 所以说是我那个时候早晨 早早起来 我要确保我大概七点四十分的时候 我要到公司 要开车去公司的话 大概要最少四十五分钟 就算没车也要四十五分钟 每天如此 每天周一到周五 有的时候星期六 我排班还排到星期六 我也要这样 星期六级别好 没有不塞车嘛 电话打开以后 他是先排我 因为我是讲中文的 他说有中文的电话 先给我中文的电话 然后没有中文电话 他再给我英文的电话 一个一个真的不停 每天就是你停不下来的 那你电话一打开 停不下来 一个月大概他有 我记得说他最高的时候 是一个月有二十多万通电话 我们那个客服中心 有个百十来号人 这样听电话 二十多万电话 很可观的一个 很可观的一个数字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的经理跟我反映 说是他 他说我表现很好 我都不知道 我自己表现是什么 我每天只是负责听电话 有电话来就听 听完了挂了挂了 另外一个电话就进来了 我不知道我的业绩怎么样 但是我的经理就跟我说 你的业绩很好 你一天有的时候 已经超过一百多个电话了 他会监听你的电话 他说你的解答的速度快 准确 然后你讲话清楚 然后你上厕所都很少 我说那个时候倒是真的 我上厕所真的很少 你上厕所的时候 你不能听电话吗 那个时间也算进去了 那么过了以后 几个月以后我就转正了 我就不是临时工的 他就转正 就是这个公司正式把我请 作为一个他的雇员了 那就有福利了 那个时候就有医疗保险 有各种的福利 有假期 难道我的时薪也高了 那个时候九块两万五涨到 我记得涨到十块多吧 就加了一块钱也没有多少 那个最低工资五块七万五 但是我的时薪大概就是 最低工资的一倍 其实你现在想起来 也没有多少钱 但是那个时候觉得很高兴了 十几块钱一小时 对不对 转正了以后 不容易被炒鱿鱼 这是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说是他要炒你鱿鱿鱼的话 他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 要证明你是个偷懒的人 要证明你是一个无用的员工 你要如果临时工作 他随时叫你就走了 对不对 他随时可以把你踢出去 转正了就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我也没有说是 故意占他小便宜 就转正了以后就越来越懒了 我没有这样 但是我反而工作更加努力 更加努力又干了一段时间 他就把我转成Lead 他们叫英文叫Lead 就应该是个公投吧 但是那个时候就说是没有行政 没有任何的行政权利 只是说是我手下有大概五六个人 他们有什么疑难杂症的电话 他们解答不了的问题都找我 然后我帮他们去解答 然后处理一些比较 比较棘手的这种 这些电话或者问题 那么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些 我听到一些 你匪夷所思的电话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们是政府扶贫计划 然后就有一些人打了电话 就说嘿 我是白人 我能申请吗 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滑稽 我就说是先生 你的皮肤如果是绿色的 你也可以申请 只要你的收入合格的话 你就可以为你的小孩申请 这些医疗计划 还有一个电话是什么 就是说是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扶贫计划 他不查你的身份 只管你的收入 你要证明你的收入 在一定标准之内 你就可以符合标准 你就可以给你的小孩申请 然后有些人是非法移民 他没有 他不可能说是给你一个 他的报税表什么的东西 他就说说我全部是现金收入 我是非法 你虽然不让我证明我有身份 但说是我怎么证明我的收入呢 最好笑的时候 那个时候说是我们的一些 那个收入证明 是由那种现在已经很少看到 那个时候还有这种传真 他们就把传真过来 他们那时候把他们收入证明上面写上 他们的专案那个号码续号 然后发给我们 然后有一次有一个人真的 他的全现金收入 他非法移民 他居然把他所有的现金 然后发给我们 几十页啊 都是什么一百一百块钱的美金的那个复印板 还有二十块钱的五块钱的 但是这是我的收入证明 你看我有现金 我都复印给你 然后就把那个整个品 我们那时候全部都傻了 就是这不行吧 这你不能用这个做收入证明 就说你最好是找你的雇主 然后他让你随便写封信 手写封信都可以 就说是你有这个收入就好了 那个也是当时很震惊的一个 很好笑的一个事情 有一些比较匪夷所思的 或者说是你根本无法想象的电话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有有关伦理的一个电话 就是说是那个时候有一个 这个电话的内容是 到底谁的收入是属于这个小孩的 因为你申请的时候 你说说我有一二三四五个孩子 对不对 然后你每个孩子的收入是怎么决定的 就是说对这个孩子有责任的父母 他们的收入可以算为这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 第二个孩子 第三个孩子 然后看你全家有多少人 然后还要看你说是 如果说是第一个孩子 第二个孩子的父母是不同的话 那么第一个孩子 如果他有接受赡养费 那个孩子的赡养费是属于第一个孩子 第二个孩子的父亲没有给赡养费的话 他不可以用第一个孩子的赡养费 对不对 而且第一个孩子的爸爸的收入是给第一个孩子的 第二个孩子的爸爸的收入是第二个孩子的 如果父母都有收入的话那是 谁的父母 谁的收入可以算 有一个女人 她打来电话说是 我的小孩为什么不批 我说因为你他哥的收入 你不可以作为这个小孩的收入 因为他哥在外面打工 这个你你小孩的哥哥在外面打工 哥哥的收入不能算在家庭收入之内 哥哥的收入只能算在哥哥身上 结果他说哥哥就是小孩的父亲 他那个电话是用西班牙语打进来的 我听到了以后我说这个我不敢确定 后来我们还专门叫了一个主管是讲西班牙文 去问他说是 你的儿子是你现在这个小孩的父亲 然后他说是 他在电话上用西班牙文翻译过来 他说是他确定了 这是一个伦理问题 那么程序上面的应该就是说是这个哥哥 虽然说哥哥 但是说是他的收入是可以算在这个小孩身上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把整个案件交给了政府去处理 就是说是我们去帮你处理这个扶贫计划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处理这个案件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到底应该怎么做 所以这个整个案件交给了政府处理 但是我后来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但是说这是我接到电话里面最扯的一个 对不对 那好 大家听完这个有点震惊 还有更扯的 你慢慢听我讲 加州其实有很多扶贫计划 其中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叫做WIC WIC 它是Women Infant and Children的缩写 就是说是妇女婴儿和儿童的缩写 它这个是各种福利 它就是说是 这个福利是怎么 就是说是你生了小孩 如果你单亲妈妈生了小孩 你低收入的话 你可以去申请各种政府的一些资助 比如说是有些奶粉 有牛奶 有起司 有各种各样的福利 还有一些钱之类的 它给你这些东西 当时我就看到有很多人去申请这个 而且是很多华人在申请 因为我接的是华人电话 所以说有很多华人申请这个 你明知道这些华人 他们是有老公的 但他们没有签字 就是说是他们没有正式结婚 或者是假离婚的什么 他们就以这种身份去申请这些福利 就说是我没有老公 我明知道他老公在家 他没有老公 他就说我没有老公 我是单亲妈妈 我要申请这个福利 那你当然说是你在书面上 你要给他这些东西 因为他符合这些条件 他就领取一些各种各样的补助 单亲妈妈的补助 然后一些资源 对华人在美国社会地位不错 但是华人这种 不拿白不拿占小便宜的这种东西 就叫一些人瞧不起的 这也是我之前提到过的说是 你被别人歧视和鄙视 是有本质上面的分别的 这就是你为什么有些华人 你会觉得有人歧视你 但是歧视别人是鄙视你 就是瞧不起你 就是一些你会看到 一些华人喜欢占小便宜的这种动作 还有些大妈喜欢去 那些去food bank 就是说是平常救济平民的一些地方 去领取免费食物这种举动 差不多兴致 那个时候在公司做了一段时间以后 被领导提拔成为了这些公司的骨干 就是说是有什么事都找我去开会 然后做一些什么大的项目 就去找我 因为我们公司每个月是要给政府做一些业绩报告的 就是说政府把这个项目承包给你去运作 你要给他一些业绩报告 比如说你这个月听了多少电话 你有多少电话是没听的 或者客户在电话上等了多久 还有一些客户有没有投诉你 这些你就要报上去的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负责给整个公司的这个客服中心做这种业绩报告 因为我当时我懂电脑 我会用Excel 我会用Word 然后我会用各种的 我会做那种PPT 现在大家也看到我经常做PPT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会用各种电脑的工作做一份很好看的报告出来 而且我会用Excel去算一些很复杂的工程师 还要做一些很复杂的一些那个图表给公司 所以说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很看重 我每个月就说是我是公司的骨干 就专门负责跟政府部门接洽给他们这些报告 后来他们把我提拔成为一个supervisor supervisor现在有一些叫监管吧 监工吧 一个也是一个小头目 那个时候就有点行政权利的 就是说是你可以一些人干的不好 你可以把它炒掉 那个时候我都有这种权利的 最多的时候我大概管的二三十个人吧 但是我其实很讨厌管人 因为人事是最麻烦的东西 人事是我在美国工作这么多年 我觉得是最麻烦的一件东西 当时我一些同事他们也是一样 跟我一些supervisor 那么我接触到的事情层面就更广 因为在那个职位 就是我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信息 第一件事我想跟大家讲 就是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我当时有个同事 他老婆是 他也是很年轻 他也是个墨西哥裔的 他很年轻 他也是二十多岁 跟我差不多吧 比我大一点 他刚结婚 他老婆 而且之前有一个小孩 是跟前夫生的 他们就刚认识两三个月 他们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他就说 我好爱这个女的 他说我堕入爱河 我很爱这个女的 他们结婚 我还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很好的一个婚礼 蛮好玩的 刚结婚每两个月 他就说 我老婆抑郁症 每天发神经 不是哭 一哭二闹三上吊 结果我说 哎真的 他说我也帮不了你什么 就说 真的太可惜了 真的说是你 他后来又过了几个月 他说 我老婆心意好多了 他好了很多 因为他得到了一些 他去看精神科的 我说那好啊 那就是很好事吗 他说 对啊 他们还帮他龙了兄 我说 蛤 你说龙兄 他说 什么精神科帮你龙兄 那他说 我们现在两个小孩 就我一个人的收入 我们算低收入 所以政府说是要 给我们那种白卡 加造一种白卡 就是全民 全民医疗那种 他可以去看精神科 就是他老婆 可以去看精神科 结果精神科 说他老婆有抑郁症 然后精神科医生 问他老婆 你为什么这么抑郁 他说 我对我的身材没有自信 然后那个精神科的医生 就跟政府申报 说是这个病人 需要龙兄 给他更多的自信 从抑郁症中走出来 结果政府付了他老婆 七千块钱 去找了一个整形师 把凶龙 他很自豪的 我这个同事 他很自豪的说 我老婆把凶龙了 政府付的钱 这是加州的卫生部 现在还有这种事情 我现在认真跟你说 加州的卫生部 至今也有这种规定 精神病也是疾病 如果说你的精神病 是由于您对您身材的不满 造成的话 这个要治 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 还处理一些付款给这些 有加入政府扶贫计划 这些医疗机构的付款 这种业务 就是有很多 比如说是牙医 眼医 或者医生 他们是专门 就是用 接受政府保险 然后就是你看了病 他直接跟政府要钱 那种 然后他有我们这个 有一个公司的一个部门 专门就是说是 他们说是申请 说是有一个病人 用你们政府给的保险 在我们这边看病了 这个医生 所有的申请的这些款项 都符合标准 然后我们就支付了他 有一个老太太这边 他是一个会计 他就是每天就写支票 他有一天就跟我 那个时候 我跟公司很多人处得很好 他就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 我们刚好在那个食堂遇见了 他就跟我说 他很生气 他是一个很传统的老太太 他就说 他很生气的跟我说 他说你知道今天 我付了一个什么样的账单吗 我说什么账单 他说你知道这个月 加州堕胎 我付了多少钱吗 我的报告出来了 我今天说的支票 我就寄出去 我说多少钱 他说 260万 这是20年前的事情 那个时候加州每个月 由政府资助的堕胎 免费堕胎 给这些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免费堕胎 是260万一个月 现在我就不知道这个数字 但是说这个数字是那个老太太 当时给我讲的一个月260万 光是堕胎啊 还没有算其他什么亚宝 医保龙雄之类的东西 对不对 扶贫计划这些钱 他花这些钱 他是有目的的 他绝对不是为了说是真正的是 为了这个社会怎么样怎么样好 他绝对有目的 他为什么会花千 成千上亿的钱去资助非法移民小孩的健康保险 虽然说我不反对小孩的保险 但是为什么他会专门说是 我不要求你提供任何身份证明 为什么他会给这种低收入人群提供 从堕胎到龙胸的这种福利呢 我像 那么有些人会觉得匪夷所思 但是再提醒大家一位 你的税被这些政客拿去花了 他们的钱要花到位 他们的目的是选票 绝对不是因为说是 你觉得说是他们去扶贫的什么 就算扶贫 他们要扶的是哪些贫 对他们有利的贫 我们整个公司服务 我们整个公司对这个政府计划的服务范围是11种语言 所以我接触了很多行刑自私的人 20年以后我也有遇到一些我以前曾经共事过的人 在这个公司共事过的人 有人进监狱了 有人跟我在同一个公司做事 有的人做了牙医 有人做了餐馆 有的人开了公司 还有的人在同一个行业一直没有变 还有的人走了 这是其实很感慨 就是20年 风风雨雨很多变革 不同的人干不同的事 一样米扬百样人 大家对自己的不同经历 还有成长的过程 所以说我觉得蛮感慨的 遇到几个 有的还有联络 有的还有联络 还不错 还能认识我 就是说是 那个时候因为大家经历很多事情 所以还有联络 今天这期我就讲到这里 下期跟大家讲 我在这个公司的一些受到的一些挫折 排挤 被人各种的瞧不起 还有错过的一些机会 但是这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我在这个公司突然有一天领悟到了 我到底要这个辈子要干什么 我突然明确了我的目标 我突然醒了 那么这个过程我会在下一期跟大家讲 谢谢大家继续支持我飘美三十年系列 那么今天讲到这里 祝大家周末愉快 晚安